中国航母昨天已经第九次海事归来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综合计划部综合局副局长林柏 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前期航母平台海上试验进展顺利 达到了预期效果 关于航母的问题 航空母舰作为大型的海上作战平台 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试验验证 前期中国改造的航母平台海上试验进展顺利 达到了预期效果 今后航母平台还要继续进行科研试验和训练工作 后续工作将根据科研试验和训练工作情况再来确定 长城不是一天建起来的 希望大家理性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